好 那個資料表的database做好之後呢 我們事實上可以再做layout 也就是再加的部分 我們可以新增其他的顯示的方式 比如說我用list list選項這個 點下去之後呢 按down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list 它預設就是在那個AA 就是說我們的輸引keys這邊 然後我們要更改它的setting就是在這個點點這邊 好 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先設一下group 就是說我們要以什麼為主 比如說我要很快的看到 記載借用的部分是借用人 那麼就選擇借用人 借用人完畢之後呢 就down 然後旁邊就出現了這些的借用人 借用的東西還有幾個這樣子齁 那如果我們還要再新增其他的 就在這邊點 用bubbedis齁 然後去新增 我們要看要新增哪些東西 然後這個眼睛都是關起來的 我們可以把它全部打開 我們可以把它全部打開 然後所有的資料都出現在這邊 右手邊齁 然後這些都有看到 所以說這就是list的layout方式 這是一星期的哪裡 我們來看二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星期五 感谢观看